这是1959年苏联的月神三号拍下的第一张月背照片 这是1966年美国的月球轨道飞行期一号拍下的第一张地球从月平线上升起的照片 都不是那么清楚 但我们显然能够理解对吧 毕竟那可是在50多年前就完成的 就连距离科大发明人类的第一台数码相机都还差了好多年 模糊不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但是我现在要给你们看另外一张照片 应该说是同一张照片才对 就是刚刚的那张地球升起 看到了吗 它原本应该是这么清楚才对 甚至放大到局部细节也毫不含糊 是不是很意外 所以问题就来了 这50多年前的技术怎么就能把月球拍得如此清楚呢 答案是用胶片 而且还不是这种标准的35毫米胶片 是这种更大的 在今天会用来制作IMAX电影的70毫米胶片 上世纪60年代 李肯尼蒂总统承诺的在10年内 把人类送上月球再将它们安全的接回来 已经没剩多少时间了 NASA最急迫着要做的事情 就是为阿波罗登月舱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地点 然而从40万公里之遥的地面上 架个望远近去 找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只能发射卫星去凑近了找 要进到什么程度呢 要进到能看清小至印尼的月面特征 并且还能够从中判断出超过7度的坡度 否则登陆系上去之后就只有栽岛的范儿了 于是NASA就向不同的供应商发出了提案征集 要求他们提供一个能够飞到月球轨道上 进行高分辨率拍摄的产品 波音拿出来的被称为月球轨道飞行器的计划 最终获得了NASA的青睐 在该计划中 NASA将会向月球轨道发射5枚探测器 它们分别是月球轨道器1235 来用于绘制月球表面99%的地图 并收集其他的科学数据 而其中最关键的设备当然就是成像系统 一开始他们考虑过一种基于电视摄像机的成像系统 但在60年代电视摄像机 从分辨率到体积再到重量都十分感人 吓得他们赶紧就搜索了 于是他们转头将目光投向了中情局 因为中情局那会儿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 用于偷偷拍摄苏联地面照片的间谍卫星了 既然这颗卫星能够从地球轨道上拍出地面分辨率靠它几米的照片 那稍微改进改进 怎么就不能从月球轨道上拍出他们想要的高清照片呢 没错就是它了 所以本质上月球相机其实是NASA从CIA那边借过来的间谍相机而已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在1966年向公众展示出来的月球照片 不那么清楚的原因了 因为如果他真的放出了高清照片 一方面是苏联人马上就知道 呦吼你们居然有这么厉害的相机 那肯定会偷窥我的 所以就必须要隐藏的更深 让美国人更难排到他们想要得到的情报了 另一方面呢 彼时还有太空竞赛嘛 而且看上去苏联还略胜一筹 要是放出高清照片 苏联人据此掌握了美国人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着陆地点信息 岂不等于是把一个宝贝拱手摆到了对手的桌上吗 左右都是要不得的嘛 好咱们再回到相机本身 它的确是非常厉害 装着两枚镜头 一个是80毫米的广角提供中分辨率 另一个是610毫米的长焦提供高分辨率 同时成像在70毫米的胶片上 并通过在曝光期间移动胶片 来补偿轨道器的飞行速度 于是在距离月球表面只有数百公里的地方 就真的能够把小到一米的特征给拍得清清楚楚了 不过你想到没有 它有个问题啊 这拍照一直爽 但是拍完谁来洗呢 我以前专门做过一期节目来介绍胶卷的冲洗 在这就简单的给还不清楚的朋友们介绍一下 胶片在曝光之后 只会在上面形成一个临时的影像 叫做前影 如果你这个时候把胶卷取出来 暴露在光线之下 那前影就消失了 所以胶卷才需要这样的暗和 于是正常的流程就是 拍完之后 胶卷还需要经历 显影、定影等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冲洗过程 才能够最终成为永不褪色的这样的底片 拿去放大或者扫描 而月球轨道器 它是一次性的 它是不返回的 它是在拍摄任务完成之后 直接就要坠毁到月球表面上去的 那请问里面的底片怎么拿回来冲洗呢 离开日免计划里面的建立卫星 就是通过把拍完的胶片 撞到一个耐高温抗辐射的小型返回舱里面 去丢回到大气层 再开上飞机 到天上去将它捞回来的 月球轨道器 你没法这么去捞了吧 所以怎么办呢 柯达说 我来想办法 于是就诞生了这套 一直被CIA保密到2001年的 称为是BIMAT的传输处理系统 它和相机完全整合在一起 可以实现在探测器上 从拍摄 冲洗 扫描 到信号传输的完整过程 等于是将一个化学实验室 搬到了天上 可体积却只有这么大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它是怎么工作的 首先它得避免用到液体 因为在微重力之下 液体根本就不会好好听话 达不到效果不说 还可能会乱飘 对卫星内部造成严重的破坏 所以柯达发明了一种干冲法 当通过镜头 已经形成前影的胶片 移动到冲洗模块时 它会在一根卷筒上 与带有显影与电影要及的处理带 接触在一起 快速完成冲洗动作 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张底片了 在经过烘干模块之后 就能进行扫描了 B-MAT系统使用的扫描仪 拥有极高的分辨率 它用一束直径 只有5微米的光斑来穿过底片 将其中的黑白明暗信息 变成每毫米达到200线的模拟信号 通过天线 无损的发送回到NASA 建在地球表面的三个升空接收站 到了这里再用磁带记录下来 是的 非常非常多的磁带 月球的照片 于是就这样回到了地球了 它们有多大呢? AV工程师的说法就是 你可以把这些图像 放大到高速广告牌那么大 而且不会损失任何的质量 当初NASA将这些图像打印出来时 因为实在太大了 所以不得不将它们悬挂在教堂里 或者铺在地面上 大家只能脱了鞋趴在上面 还要拿出放大镜 才能看镜里面所有的细节 最终找到理想的着陆场 诶?对了 苏联人的失败 是不是就因为 它们的照片分辨率 没有美国人这么高啊? 有可能啊 因为它们只有35毫米胶片 而且还是美国人送给它们的 是打引号的送啊 那是它们自己从美国人 飞到它们头顶上的 间谍气球上面给捅下来的 也是柯达的胶卷啊 不过在这儿呢 我要感叹一下 当年的苏联技术真的十分了得啊 人家在1959年就用月神3号 拍下了月背照片了 而且同样是用胶卷 同样是在卫星上 冲袭扫描和传输 你仔细对比一下 哪样不跟被CIA捂了 快50年的技术一模一样呢? 只是每一个细节 都要稍微粗糙一点而已嘛 所以我怀疑啊 就这个技术 美国人是不是也是偷过去的呢? 好了 你们觉得呢?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 讲给你听